不是结婚有快20年了吗 20年了我就想有个家呀 有个家指的是有个房子吗 对 在房子这些问题上 你想有一个 他都无所谓 不是这样 现在度工比较难度比较大一点 生活交集压力比较大呀 我说你爷爷跟着我一起去 把他工程负责呀管理一下呀 才能赚钱才能做房子 不是我答应不了 我越和你一点 整整20年有多了 他就在家里过了一个年 今年过年还在我娘家过的年 还不在他家过的年 为什么 没不回去 去哪了呢 这个山城啊 你们是不愿意回老家呢 还是说回老家没地方去呢 对 回老家没地方住 没有房子 对 我正常不回家的 你们的自己没手币 没牛适多的钱 想回家建房子 想是想回家建房子 所以那孩子就没有一点问题 哇 你出去家住就那么多年了 儿子都这么大了 还可以娘家过年吗 你自己一个站的地方都没吗 都没有吗 家里说的不好 你你站着 有面子吗 有意思吗 夫妻俩二十年 只回家过过一次年 面对高女士严肃的批评 严先生无言以对 她无法拒绝妻子提出的要求 但是高女士接下来的诉说 却让人摸不清头脑 我一直以来都是认为她吃了苦 但是我觉得这个苦 吃的不值得 这些机会在我这个二十年当中 不下于十次 两个房子的前面都有 如此说来 盖房子似乎是夫妻俩 共同的梦想 也似乎有很多机会可以建房 那究竟是什么 最外的这个梦想的实现呢 她当时跟我说 老婆 说你就经常养小孩 我那三年之间保证给你起房 三十岁之前 结果我经常三年 包括我们摩子三人 吃住这些一切开支 一件衣服的钱 我都没要花过的 每年我从灯广过来 二十八二十九 过来到这边来过年的时候 有一年身上剩了一百块钱 有一年身上剩了三百块钱 就这样子 平日我就没看见过多少钱 记得很清楚的那一年 她说那就仅仅一百块钱 一百块钱三十两天晚上 我就说老婆 我说这一百块钱 你拿来干什么 给父母不像 给我回家少了 我说那到底这一百块钱 拿来干什么呢 后来我们两个人 租了一个碟子 就是一个双农费 看了一通宵 她这三年干什么去了 一般的事情都是 她我在东莞 她在深圳这边 她确确在做什么事情 我也不清楚 只不过过来的时候 她妈呀这些人都提醒我 一个叫打洞 二个就是买的荷彩 那两样 躲着躲着都生不风闻吧 所以我去一到她这里来 到这里来看望她 她妈就跟我说 她是你应该管管她呀 我说你想一下 我一年跟她见了两只面 你希望我们一见面就吵吗 我不希望 我们两个就在一起一天 为何不能活活地去呆一天的 我走了她 站下躲 我也管不了啊 也就是第一 你可能没有精力去管她 第二你也觉得 父亲难道像不像你 但是我没有跟她吵 我也没有跟她闹了 当时那个时候呢 没有一种很好的工程座 就好像在那里的钱 给房子的钱 因为那个时候呢 住来了那么长时间 好像呢 有在房子前也为哪一样 没办法 没办法 这个三年的时间不算 零五年开始以后 这个机会有 我就去厂 到深圳这边来 来从那个时候那一年开始 开始我们两个搞工地 就我凭我身上 两千多块钱工资 再就后来 我这我妈那里 就借了四千块钱 就这样子开始搞 第一年是很好 手头 一年四季都是一两万啊 几万块钱啊 谁也知道有啊 她人就不一样了 有一马上 他有一马上 收了八千多块